然后你看到本来是要求立刻停火 他的这个文字从而实现永久可持续停火 但是在表决前 这个美国反对永久停火 改变为持久停火 也就是说俄罗斯提出要干脆修改为永久停火 但是美国还是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最后还是没有这个变成永久停火 然后在这个弃权的同时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铿锵有力的发言告诉大家 安理会的决议有约束力 谁说没有约束力 而且必须要采取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也是一样 认为这项决议必须要执行 他不能只是一个决议而已 否则会是不可原谅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委员 为什么美国要投弃权 你觉得他会是一个被执行出来的决议吗 不会被执行 不会 因为执行接下来就要通过派出维和部队 第一个 以哈战争在第一个月就早就结束了 因为现在是以色列在镇压哈马斯 哈马斯到处躲啊 躲到那里面在镇压 所以这基本上已经不像战争 跟那个俄乌战争情形已经不一样 那现在已经包围了南部的拉法 准备要攻进去 而且也是攻进一部分 那维和部队能派得出来吗 第一个问题 派出来谁要派 第二个问题 那这里面 为什么拜登转变立场 我想不要把政治家都捧得太高 每一个政治家都做决策的时候 你要放在一个 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做判断 前几天 苏默为什么出来讲了 跟过去民主党的立场不一样 苏默是犹太人在民主党里面 地位最高的人 是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讲的烂海咬也不开心啊 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 你光从抖音的比例 以前是支持巴勒斯坦70% 支持以色列1% 现在1比70已经到1比90 你如果是拜登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 你想竞选总统 对不对 你当然要放软嘛 拉塔雅吾小弟 你稍微牺牲一下 牺牲一下 牺牲一下 我弃权 对不对 你弃权 你又要 这个选票的流动会倦 你拜登 没有完全跟拉塔雅吾站在一起 这是选举是有用的 再加上募款活动也差不多了 美国总统募款活动 现在募不到钱就不用选了 现在已经三月了嘛 大概犹太人交的钱也交的差不多了嘛 所以 可以做这个时候做政策的软化 缓和国际的压力 国内的压力 这是一个政治操作啊 那你说 这个 中国代表讲得非常好 这是有约束力的 要接下来采取行动 那接下来就要通过派维和部队 会通过吗 不会 为什么 美国再打个两下 以色列打拉法一个月就打完了 他拖时间给以色列有空间嘛 可是 对拉坦雅吾来讲 他的国内生活会被打一个耳光嘛 这是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科比讲的很有意思 这不代表我们立场的转变 对 大妈 是啊 所以他就是 这种政治操作的一个现象 为了巩固选票 那有时候今天牺牲一下盟友 有时候明天怎么样子 等到这个 我当连任了以后再补给你 那你说 美国会不会停止给以色列军援 不会啦 对 不会嘛 即使政治没有那么伟大 我也不觉得 我知道以前有很多那个 泽兰斯基米现在比较少了 我只要批评泽兰斯基 每天都在骂我 对 好像说我是普丁的人 可是这个事情发生 我第一个就痛骂普丁 普丁失职 今天你不要管谁来攻击 普丁失职 为什么你失职呢 今天这个 郭正亮传了一个资料给我 看了笑 早就讲过了嘛 你现在再讲 3月7号 美国駐摩斯科大使馆 宣布恐攻消息 大家要嚼明注意 3月8号 中国的参考消息发布新闻 不只是美国 参考消息也有啊 那今天是谁转给 郭正亮的 牛谈琴 牛谈琴刚开始乱讲一通 那什么 没有穿伊斯兰的旗帜啊 没有穿黑色衣服啊 没有祷告啊 没有什么 没有自杀没有投降 谁说的 ISIS-K去攻打伊朗也没有 没有 ISIS-K跟ISIS-K不一样 没有弄清楚了吗 ISIS-K甚至于作案的 还找雇佣兵 第一个问题 判断错误嘛 再来 普丁为什么责骂他失职 那么大的人潮 六七千个人在那个商场 竟然一个警察都没有 那个 所有的恐怖攻击分子 无力都不强 你知道两个武警 那些人都挂了 那如果有十个武警 那就摆平了 没有那么大的伤害 就是因为你事先没有准备嘛 我最喜欢举个例子说 去年八月我到泉州记住 刚刚碰到午夜天在那边唱歌 大陆警察有过辛苦啊 三步一缸五步一哨 还违线啊等等 那我车子都不太容易走动啊 但是大陆警察这样是做对的 胡锡进前一段 是不是还不是发表一个意见吗 他说大陆这个地铁安检太严格了 是不是超乎需求 我今天赶快撤稿子 我再讲一遍 ISK下一个的目标就是中国大陆 我不是吓唬你的 今天ISK发布说要攻击俄罗斯两年前 去年ISK有发布要攻击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说的安检官要怎么样 要提高警戒绝对不能松懈 不要以为我们做得很好了 对时候的情报消息都要很慎重 为什么第二个我要指责这个普丁 就是说他的整个安全系统 安全观点还是休假 为什么休假 普丁胜选了啊 大家放假 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怪普丁自己啊 美国在三月七要发布讯息 普丁说这假新闻意图干扰他选举 普丁这么讲的时候 底下安全观点谁敢去 顶多到投票完就大家都松懈了嘛 这不怪你怪谁 不怪你要怪谁嘛 这也不管谁发动了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所有的恐攻 大部分都被阻挡起来 就是因为你事先有去准备 事先有去抵打 以前大陆昆明火车站恐攻啊 那个什么 那个广州火车站恐攻啊 为什么很快可以解决 伤亡人数降到最低 所以委员如果说从事 就是军警人员一下就到 结果这一次哦 报案的不是警察去报案去抓特种部队来 是民众耶 所以说你普丁门很大惨 真的很大都全部松懈了 他还KGB毕业出身了 像这种有消息 你不管真的假的就要开始测查 就要开始防备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嘛 如果有人说这部飞机上有炸弹 飞机要不要马上掉下来查 当然马上查嘛 怎么可以说可能假消息 对每个警察都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如果说从这个委员的判断来看 你再回过头去看 刚刚那个普丁的话题 还有没讲完哦 你就会觉得格外有意义 对啊没讲完哦 就是说难道枪手之后这四个人吗 那有人说为什么跑到乌克兰 乌克兰是普丁想转移焦点 用乌克兰来发泄我们可以理解 那是个政客的说法 很简单 跑到北的国家都会被遣返 只有跑到乌克兰不会被遣返 这道理还要解释吗 而且这些人 其中有一个已经窝藏在乌克兰两年了 还娶了乌克兰女子为妻 然后叫那个妻子开车子来犯案 其中被逮到了 那个两个司机中的一个就是乌克兰人 就是乌克兰女子 就是那个人的老婆 也就是已经窝藏很久了 所以当ISIS-K 说下一个目标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要提高警却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解释给他听 恐攻不可怕 最怕官员懈怠 美国有很多恐攻被拦下来的啊 你前段时间不是 就是就人 美国知道消息啊 91也是美国关联混蛋 得到消息 觉得这不可能的 还有我们飞机安全 就没想到拿刀子 就可以抢劫飞机啊 对 就是疏忽了嘛 对类似悲剧层出不成 所以委员提出另外一个视角 有别于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 我觉得确实非常的重要